過年的時候 就是要不能穿黑色的 不能穿破的 然後就是我會盡量 我會去買一些亮色系的衣服 然後我印象中就是有一年 就是很流行這樣子的頭髮 像韓星陣容盒啊 還有多年度 大概好幾年前 都非常流行這種 就是你一定要遮到眉毛 然後要很厚 對 然後因為我老家在南部 南部哪裡 高雄 所以 可以 這邊有混靈的代表 對 所以他們就是 混靈 我那時候剛到家 他們立刻就說 對 然後就被罵了一下之後 我就非常厚文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帥啊 年代就是到晚上 在打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運氣也不太好 就是心裡會有作用 所以我現在都 在過年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露出額頭 很好 可以嗎老師 可以 過年就真的不要 那一定要吹那麼高嗎 隔壁那一位 他是有用心啊 但是其實就是不要 不要蓋下來 長輩會最喜歡 沒有 尤其長輩 真的喔 我們那時候 以前就是過年那個 看不頭看明 那個厚瀏海的時候 真的也是 他們會 對 他就會叫你把頭髮剝開 然後額頭要露出來 那你如果要去見博士 父母家人就不要那麼高 怎麼 因為有一點太over 算了算了 對啦 好